咱们就说说川普 我们之前听到过好几个方案 你比如说蓬佩奥 原来作为这个 和谭特使的潜在人选之一吧 他在华尔街日报 登了一篇文章 那个方案是我们大家最爱看的 绝对可能干人的 那没毛病啊 那个挺好 后来呢又通过另外的一个人 万斯是比较支持那个人的 那就是一线有战线 然后呢建隔离带 大家还记着吗 当时北约什么那个欧盟 派人来守那个 1200公里的边界线 这两边就一线 现在的战线 一下大步的后退 当时也给大家分析过 那要这样的话 那美国就不称其为美国了 以后什么事你也就别管了 你那美老大你也别当了 当时呢就听到了 一应一转两个方案 那那两个后来都没用 这后来的这个大软弹的 这个代理人 川普也没有用他当和谈特使 现在川普公布了 任命退休中将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凯洛格担任这次的 俄乌和平谈判特使 凯洛格又是一派主张 他的这个主张观点也非常的明确 之前呢在一次国会听证的时候 就是讨论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 当时各派观点在里面争议嘛 当时呢 麦靠尔也把他给请去了 他也在那清楚的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说到川普的周围的顾问当中 几个人就代表了几个方案 一个人和一个方案是匹配的 这是代表 那现在竟然 既然选定了这个凯洛格 应该说呢 川普也就选定了 他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 我用了这个人 那你背后的那套想法 我也选定了 现在这个脉络 基本已经出来了 咱们看看他这个凯洛格的方案是什么 首先冻结目前的战线 然后援助乌克兰 但是不像以前那么援助了 我有条件 也就是乌克兰必须同意进行和平谈判 然后还换取美国的武器援助 不是无条件的支持了 你必须谈 答应我这一点我才能给你 这是一个 另外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议程 这跟欧盟没关系 这个没有 就是北约 然后在此期间 建立一个乌克兰安全保障机制 把这句话咱们理解一下 停火 这是第一位 以现有战线先停火 跟乌克兰谈明白 我还支持你 但是你必须开始谈派 那在停火期间 我来保证你的安全机制 他敢动你 我给你东西你抽他 这个我给你保证 然后你北约那件事你往后放放 现在不能答应你 这是对乌克兰方面的要求 然后对于俄罗斯 凯罗格主张放松部分能源制裁 这是俄罗斯普京的金脉 你要给这个他就来钱了 鼓励俄罗斯加入谈判 也是有条件 俄罗斯保留对乌克兰东部的控制权 如果俄罗斯拒绝谈判 我们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这就是凯罗格在国会听证 包括在平时媒体上 讲的对双方的这个条件 实际上呢 这也是最接近川普在造势大会上讲的 那个思路 他们俩这个思路应该是最接近的 这个方案之前说的这三个版本 首先第一个 当然最理想的是1991版本 就是当年啊 苏联解体 当时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撒老大 在白俄罗斯的那个山庄里边 他们签的那个别鲁伟日协定 怎么分家 这个三国分分苏嘛 最后那个国界就划定了 那是1991版 那是领土的版本 然后呢 又出来一个2014版 2014版呢 当时就没有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已经让人拿走了嘛 当时争的是乌东那两个州 当时乌东那两个州 还归乌克兰呢 后来他才独立 才折腾那个嘛 那是2014版就没克里米亚 然后就是2022版 也就是这一场战争之前 在这场战争之前 克里米亚没有了 然后乌东那两个州 敦尼斯克 卢干斯克也没有了 就回到这个战前的标准 那刚才凯罗格大概说的什么 乌东这件事就没有了 这个呢 就保留给乌克兰的控制权 而且克里米亚连提都没提 那就不是个问题了 也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俄罗斯退回到这次的开战之前 在三个版本里边 凯罗格最接近2022年的版本 也就是对克里米亚和乌东 两个州的黑法占领 通过这个协议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合法化 2014年以后给了一万多项制裁 这次又给了一万多项制裁 加起来差不多三万个制裁吧 是因为什么而起 因为克里米亚 那克里米亚已经没事了 乌东的也没事 这次开战你又退回去了 那等于现在这三万多项制裁 全部都接了 俄罗斯就恢复正常了 那这么一个版本 我不知道索莲斯基和乌克兰人民 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和平方案 作为在欧洲的北约的这些盟友们 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 这是从乌克兰那边的角度讲 现在这先画一个问号 那从普京的角度看 当然他面对的困难 也是我们之前讲的 他面对的赫尔松和扎布罗热 这两个州的放弃的问题 刚才人可没说这俩州啊 乌东问题这不在乌东啊 这在中间部分 在这俩你就别要了 尽管这个有所舍弃 但是普京如果能永久性的 把克里米亚和乌东的问题合法化 特别是现在他的经济 现在已经扛不下去 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最后时刻 那普京会接受 凯洛格的这个方案吗 我的答案是 普京是欢天喜地的 应该接受这个方案 赫尔松和扎布罗热 那两个州 本来你也拿不下来 现在他只拿到一部分了 那一劳永逸 克里米亚原来是非法 现在变合法 乌东那俩变合法 然后现在我本来我也要狗恰 这就算下台阶了 我认为他会有所得 另外普京毕竟还是有原子弹 你把他弄齐了 最后战争猛烈升级 这事对谁也没好处